正处于新冠病毒疫情第五波的法国 为了遏止疫情 政府加大了防疫的力度 民众如果是要取得疫苗通行证 就必须要接种疫苗 而且是不能以新冠病毒筛减阴性的结果 作为出入公共场所 或是搭乘公共运输的凭证 这引发民众强烈不满 走上街头抗议 而尽管抗议的声浪不断 法国国会16号仍然是以215票赞成 58票反对通过新的规定 预计新法在未来几天之内就会生效